过审并非借口 题材不是保证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天还好吗 8月10号 继续来说电影 孤注一掷热影 供应第二天 那个票房已经来到了8亿左右 那很明显这一周到周末 那就十几亿去了 随着看过的人越来越多 各种观点的碰撞也越来越多 比如像我 我就觉得这个片子拍的虎头蛇尾 前面还行 人物塑造 细节都还行 结果到后面呢 就说白了有点垮的厉害 然后也有人说呢 这种是因为为了过审 很多东西都删了 但是这个题材这么好 还是值得一看的 这种观点非常之多 那像我这种观点的也非常之多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事 究竟这个过审 能不能作为这个片子虎头蛇尾的借口 那题材 那就是不是票房 然后题材是不是就是票房的保证 都应该可以聊一聊 首先 首先过审能不能拿来当借口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说 至少不能一概而论 不光是你这部片子要过审 所有的片子 包括网上的电视剧 网络的电影都是要过审的 都存在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你这个片子最后没有拍好 就是过审的问题呢 你像狂飙那么热的电视剧 它结局没拍好 说是为了过审删了很多 但是导演出来说了 第三阶段我们明明可以拍的更细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没有做好 我们向观众道歉 我们明明可以做的更好 这是徐济周导演自己说的 我觉得这个说的就非常有道理 因为过审不能拿来作为所有事情的借口 导演水平是有高低的 制作能力是有高低的 你整个班底的用心程度也是有高低的 我并不是说深奥导演的剧组就没有用心 但是我觉得有些观众 我觉得有些本片的粉丝 你不能把过审作为所有事情的借口 漫长的季节是不是也需要过审 为什么新爽导演就能在最后几集 不但成功的规避了所有审核的问题 而且排出了新的意境 新的高度 让整个片子从开局的9.0分到大结局 甚至一度冲上了豆瓣9.5分 最后回落到9.4分 可以说是结尾丰盛 各个方面都远超了隐秘的角落的结尾 新爽导演说 能超越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 说到做到 秦浩说 新爽导演说的 最后这几集大结局如果拍不好 我是没办法面对观众 我觉得这是演员和导演和制片方 应该拿出来的态度 我们大家都是知道 有些题材是应该怎么操作的 但是你怎么把这个操作做好 你怎么把命题作文写好 同样的题材 不同的制作班底和不同的导演 就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为什么漫长的季节能做那么好 你到这边没做好 然后粉丝朋友们就出来说 这个是题材的问题 这个是因为审查的问题 不能什么都用过审来做借口 以后只要是拍的不好 只要是剪的乱七八糟 都说我因为过审剪的 因为过审删了 这是不是就成为了一个不作为的 偷懒的 无能的借口了呢 我并不是指责什么 我就是说这件事情 孤注一掷这部电影 虎头蛇尾的问题 到后面有部分逻辑不通的问题 不光光是过审的问题 我们来说第二个 题材是不是就是票房的保证 因为这个题材好 有教育意义 是不是就应该去看这部电影 我觉得也不是如此的 电影 首先它是一个艺术品 它首先是一个商品 它首先是一个拿到市场上 给观众检验的作品 它的质量如何 才应该是值不值得看的 唯一标准 如果你这个片子质量好 不管是什么题材 都应该值得看 但是不能因为说这个题材很有教育意义 所以大家都去看 哪怕这个电影拍的不好 但是它的题材好 大家得到了教育 哪怕有一个人看了以后 这个没有受骗也是好的 我觉得这种 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说的 什么道德绑架 什么站在制高点上 什么把观众架到上面 你都看 你看完了 还不能说不好看 因为这个片子有教育意义 题材也不是挡箭牌 你不能说 因为你题材好 所以你这个片子就必须得看 说这种话都是耍流氓 所以这起两个观点 一个是过审不能拿来当做你虎头蛇尾的借口 再一个题材也不能拿来当做你必须 值得看的保证 首先看的还是质量 还是看着你的完成度 还是看着你的电影各个方面 做的够不够好 如果做的够好 又有新颖的题材 然后又在相应的标准之内 做到了你能做到的最好 我觉得这才可以 拍着胸脯说 我这部是好电影 大家放心去看吧 我不知道这样的观点 大家同不同意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